肺炎疫情在意大利持续扩散 确诊人数飙升 死亡人数也增加 而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来自巴底大区 意大利也成为中国和南韩以外 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因此难免引发联想 跟意大利过去宣布 参与大陆的一带一路合作有关系 原意大利早就出现中资投资 甚至有中国移民 到意大利纺织厂工作后 买下了当地工厂 再从中国进口布料 瓜分意大利人的生意大饼 看似促进了中资的投资 却吸引了大量中国人 频繁出入中国和意大利两地 加上中国爆发疫情的一开始 全球还没有太高的警觉性 各国依旧让中国人是入境 意外造成挡不住的群聚感染 同样说到一带一路影响的 还有伊朗 伊朗确诊人数虽然不像其他国家高 但死亡人数却是中国以外最多的 原因就在美国伊朗交二时 中国的一带一路提供低利贷款 和大批工人到伊朗盖铁路跟桥梁 加上路资进入伊朗开工厂 协助伊朗解决经济危机 也让中国成为伊朗最大贸易伙伴 但守住了经济 最终却守不住扩散的病毒危机 敦新闻综合报道